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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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周五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况 连续有1、2、3、4 放大一点 1、2、3、4、5 有五棍 即是有五个小时 金贴着日落 走了五个小时 但之后 去到美国市 尤其是接近收市 反而金反弹 什么意思 即是周五到单边美国市 似乎 给美金的影响似绝缘 为何 因为如果看周五美元指数 其实美元指数周五是升的 而且今天一回来一开市 美金已经上到周五的日期高 现在正在93.74 因为周五最高是上93.77 而现在开市 美金已经贴上周五的地下 但金贴着 金贴着 为何说是绝缘 就是这样的意思 结果周五的金贴着 雖然不是涨很多 最高上1294 但美金的表现 事实上美金周五是上升的 即是周五反而金贴着没有持续下跌 就是刚才和大家说的几个小时 贴着日落 没有跌穿日落 但在那个时刻 其实美金是一步一步上升 这件事就比较有趣 代表了大家是比较担心 周六、周日有一些大家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 所以不敢积极地将金贴着一个层次 这件事是很古怪 老实说 我们周五做策略时 很明显看到金贴着弱 所以为何周五也不敢将金贴着 拉上去87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看来没可能会觉得金贴着 但结果金在周五便下跌 不过大家要知道 如果这样比较 美元指数 如果计算金贴 现在亚洲市 可能会再开始下跌多一段 不过今次跌下来会否跌穿低 因为如果计算 周五的最低位其实 还是比周四的最低 因为周四最低下跌1287.4 但实际上周五 最低只跌85 这些位置 周四的最低应该是1285 齐头 但周五那天 最低只跌85.9 即是仍然有个买物差价 差异 即是说今天如果回复正常 当然明天虽然是亚洲假期 我相信外国不会过弗蛋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会否这样代表 今天算是一个长的工作日 再次开始 金会再回复上周五 未跌的波幅 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比较大 即是说 虽然现在的金价仍是1289 但我相信 有机会再试 周四及周五的最低位 大家要留意 即是今天偏淡的机会 比较高 以及已经有四天还行之后 也看不到它在 波幅方面反弹得太多 即是金仍仍是积弱 所以大家要留意 究竟是甚麽价去沽 记得留意我们是skyfarlane的非福专页 今天的节目才到此